这两盆水果黄瓜已经缓了很多天了 刚种下的时候 它的这个叶子全部是为年大拉下来的 现在已经全部停起来了 而且都已经长了这个新芽出来 所以现在就要把它搬出去一样了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一样 这个地方每天可以晒到五到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对于它来说是少了点 但是也能结果 还有就是它们到时候会迁藤 租型比较大 所以我放的更靠后面 省得它挡住了前面那些花的这个光照 另外的话 这个水果黄瓜是这个温度越高 光照越好 结的这个果子越多 这个它的这个产量还是挺高的 对于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也不指望它结很多 只要能结一点给我吃就行了 如果你想在家里种这个水果黄瓜的话 最好是放在这个南向的阳台光照 最好有六个小时以上是最好了 这一盆柠檬已经缓了一个多星期了 现在就可以把它搬出去养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一样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五个小时左右的这个直射光 对于柠檬这种洗光的植物来说 只能是勉强够它的生长和结果 它虽然洗光但是又怕强光 所以夏天如果放在这里的话 一定要给它遮阴 另外这个柠檬它是烧奶很怕热的 那么这个冬天的话 在我们南方地区在室外是完全可以过冬的 北方地区的话就要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这个柠檬是比较适合在家里盆栽的这个水果 如果这个光照可以达到五到六个小时以上的话 它会结的果还不错 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光照 它也能长得非常的旺 因为它是烧耐阴的 只是说这个结果可能不是那么理想